你長期看國民黨的行為 尤其是你跟金甫聰交手過 聽說他有陣子一直打電話給你 對不對 常常打了 後來我罵他了40分鐘 對 你罵他40分鐘 掛他電話 跟你說你掛到一個點 金甫聰會站出來 表示出大事 對 絕對有人想 什麼叫出大事 美麗島電子報最新名叫出來 賴清德38.7 侯友宇29.7 上一波侯友宇還輸9點多% 這一波整整輸10% 換句話說 他們差距到兩位數 不出來危機處理不行了 今天我一看到說 怎麼是好久不見的金老師出來了 我心裡就開始 本來我不想聽他的記者會 一聽我就專心的聽完了 為什麼 因為金普聰出來 過去的慣例裡面 他小刀不隨便出竅的 他上次出來 他好久沒出來了對不對 他上次開記者會是 侯友宜失言 把兵役從一年變四個月 我明明給他的三條 他沒有練 是美國人壓著他 他也出來的 好久沒出來 出來了 就代表有重大危機 因為金普聰叫做形象管理 所以就是形象上受損 就剛剛你到了那個民調 然後這裡面 有些事情是很奇怪的 第一個事情是 不是一直想說 跟侯友宜沒有關係嗎 那你金普聰 你是任美林的什麼關係嗎 沒有喔 你是那家什麼 他們女兒 幼翼公司的關係嗎 沒有喔 那你出來講話幹嘛 這是侯友宜的 難道是公中府中 聚為一體嗎 我文言文不錯 這個是狀況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合約裡面 有沒有什麼問題 鄭浩你最近辛苦了 是 我把天邊的彩虹摘到之後就捐給你 對 這個 三年後 三年後 對不對 這個都是講廢話 根據內政部 侯友宜至少其他人一定要不懂 他待過內政部很久嘛 警政署是內政部 我講句難聽一點 侯友宜如果落選 2026時間到他新北市場也下來了 他捐不捐誰拿他有辦法 那先不講這個 我再講一個問題嘛 就內政部裡面 針對一般的房東和租客 有一個就是有時候你會提前解約 是 提前解約的最高違約金 上限一個月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今天幹嘛要等到2026呢 你就去提前解約嘛 對 那提前解約你再怎麼損失 一個月嘛 200萬 對啊 你跟現在這個比起來 所以這就是玩假的嘛 然後玩假的 再灌那個合約金 剛剛你算過負利嘛 可是這裡面呢 其實出來了一個 更嚴重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問題是什麼 就是大家為什麼要去處理 這已經不是捐不捐的問題 而是你侯友宜 一直在弄法律上的縫隙 哎呦 這個才是可怕的 其實我們講說你違法 是很可怕的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怕的是什麼 玩法更可怕 我們怕的人懂得法律的空隙 他今天公佈了那麼多稅單 但是我看了半天 我們最關切的是什麼 房屋稅 房屋稅嘛 你沒有公佈嘛 可是他們最後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 其實現在他們不會擴張支持度 對 而是很多國民黨的人 開始流失 沒錯 所以他今天叫做止血 對 金普聰今天出來就是為了止血 但是普通小刀老矣 上人犯火 因為你最後沒有做到乾脆 你要嗎 今天就侯友宜出來宣布 哪有說三年 我昨天沒有看過 我已經處理說三年後再處理 對啊 所以就是要嘛你就直接今天 你就侯友宜出來宣布 也有guts嘛 對 所以其實這裡面呢 我就特別是昨天有個畫面 兩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 是 侯友宜你就好好想一想 第一個是昨天我真的蠻期待的 只有我呢也聽著那個政界發表會 年輕的同學過得好辛苦喔 是 然後呢學代過得好辛苦喔 後面沒了 你應該要講的是 凱學院降租 昨天就來講了嘛 然後50戶是代表什麼 市場上 競爭力不夠了嘛 50多個空戶競爭力不夠了嘛 他早講一句說 文化大學的學生 好辛苦喔 每個月要交1萬7給我 然後三年後 賴心得 如果你重新想要去考文大 我會幫你降價補貼 然後這個就是五次 然後另外一個 覺得最諷刺 最對付其的一個人是 陳樹菊阿嬤 仇友宜 最後不是跟陳樹菊阿嬤鞠躬嗎 對 人家陳樹菊阿嬤是無私捐出 自己只用最微薄的過生活 你呢是玩法 謀取暴力